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看今個禮拜有甚麼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今個禮拜跟美國有關的 除了大選之外還有甚麼呢 就是Apple宣布會有One more thing要發佈 估計今次會帶來新一代的Apple Silicon平台的Mac產品 發佈會將會在本港時間下星期三 11月11日凌晨舉行 今次是繼iPad Air 4、Apple Watch Series 6 及iPhone 12系列之後 連續第三個月舉行的Apple Events 發佈會是以喬布斯當年用的 One more thing 名句作為主題 綜合之前的傳聞 今次好大機會會推出ARM架構的12吋MacBook 亦都有人說是13吋MacBook Pro 又或者是24吋iMac 新的處理器會比之前更加省電 而且iOS和iPadOS的程式 亦都可以在Mac上用 換言之 遲些的軟件和遊戲的選擇又再多些 另外提提大家 iPhone 12 mini和12 Pro Max已經接受預訂 接下來我們亦都很快會同大家開箱評測 接下來繼續同Apple有關 如果你是用AirPods Pro就要留意 Apple說有少數在今年10月之前製造的耳機 出現了一些聲音上的問題 譬如在好吵的環境下 就會有爆裂聲又或者是雜聲 另外主動降噪模式 亦都無法正常運作 如果你的耳機都有上述的情況 經檢查之後發現有問題就可以免費更換 不過就無法延長保養期 之後就到Samsung的消息 根據著名爆料人John Prosser所講 旗艦機款Galaxy S21系列 有望在明年的1月14號發布 最快在1月29號就會在美國等地區上市 比以往早了一個月有多 很可能就是為了下一部Galaxy Z系列的接機鋪路 相信到時只會發布S21、S21 Plus和S21 Ultra三部新機 而顏色方面 全民S21將會有黑、白、灰、銀、粉紅和紫羅蘭 6隻顏色可以選擇 至於今年Samsung還有新東西要推出 就是Agno C10801處理器 發布會將會在今個月12號在上海舉行 全民這顆新的CPU將會搭載5G modem 用上Cortex A78處理器核心 以及Mali G78的圖像處理器 換言之未達到旗艦級數 很大機會用在A系列的中高階電話 不過我們看之前流出的跑分 安兔兔得分都超過69萬分 即是已經比Snapdragon 865 Plus優勝 講到5G 接下來Pockets Wi-Fi又再有多一個選擇 Linxist就推出了一款支援5G的流動熱點 香港亦都有行貨可以買 它的機身就同一部電話差不多大 相當之輕身便攜 採用了Qualcomm Snapdragon X55的數據機 搭載FastConnect 6800的連接系統 令到裝置接入的時間更加快 另外支援WiFi 6和多個香港的5G頻段 包括N1、N78和N79 根據Linxist的資料 用2.4GHz的WiFi 下載的最高速度達到600Mbps 而用5GHz最高達到1.2Gbps 同一個時間可以連接15個裝置 並且有4000mAh的大電池 接著介紹一款滑鼠 是Logitech3年以來第一款的無線軌跡球滑鼠 TRAPPO Mouse 它主打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不用移動手腕 可以減少手部的疲勞 亦都適合桌面空間有限的朋友用 在外形上採用了同MX Ergo相同的設計 但不可以自由調整滑鼠的傾斜角度 不過價錢便宜了一半 只是大約388元 一顆2A的電池就可以用到兩年 可以連接Mac、PC和iPad 另外專為輕薄型Laptop而設的 Intel Iris Xe Max 獨顯就正式推出 規格上幾乎就跟之前Tiger Lake的CPU 所搭載的Iris Xe相同 有96EU和10NN SuperThin的製程 唯一不同的就是運作頻率 由1.35GHz提升到1.65GHz 並且擁有獨立的顯示記憶體 主要有助於內容創作 而非主打遊戲的功能 譬如可以加速影片Render 和令到繪圖的工作更加流暢 而遊戲級的獨顯預計就等到明年 而最後一單 我們介紹DJI最新推出的便攜式航拍機 Mini 2 機身延續了輕小可折式的設計 重量輕過249g 輕身便攜之餘 也都符合不少國家的飛行重量限制 去旅行的時候就不用登記了 規格上配備了1 over 2.3寸的Sensor 可以拍攝到最高1200萬像素的JPG或RAW照 而錄影方面就由上一代的2.7K 30格 升級到今代的4K 30格 在1080P之下更加可以做到2倍的無損變招 至於功能方面就支援自動起飛 精準圓空停留和備有智能返航 非常適合一些新手的用家 而DJI FLY APP就內置了5種的一鍵短片模式 包括漸遠、螺旋升天等等 另外可以拍攝到超廣角、180度和球形環境的相片 不過今次仍然都是內建GPS和向下視覺感應器 所以在避障的表現上都會增強一點 官方就說Mini 2達到5級最大擴風等級 有4000米最大的起飛海拔高度 可以飛到最長31分鐘 而且亦都是DJI第一款支援電話快傳功能的航拍機 傳輸的速度達到20Mbps 而售價方面 正機身賣3399元 而唱飛套裝是4399元 今集的Price Weekly有差不多了 你們最喜歡哪項Product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Bye Bye BGM